好事多磨 《一人之下》第五季终于开播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呢 有没有很激动呢 《一人之下》第五季能够开播 十分的不易 这次为了回馈广大漫迷 对《一人之下》动画的支持和喜爱 《一人之下》第五季首播 直接放出了两集 这对于喜欢《一人之下》的网友 也算是诚意满满了 《一人之下》的故事 依旧延续了上一季的剧情和内容 陈朵杀害了廖忠 所以遭到了哪兜通灵石宫的追杀 躲进碧游村后 陈朵得到了村民的庇护 可是哪兜通公司 似乎不打算放过陈朵 他们派出灵石宫 准备血洗碧游村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展开 灵石宫的目标和任务很明确 就是毁灭碧游村和修身炉 神机百炼带回公司 逮捕马仙红和十二上根器 陈朵和上根器的处理方式一样 如果遇到抵抗 那么可以处死 灵石宫目前出手的 只有老肖和黑管 黑管出手不凡 躲在树林中就能够将对手击倒 他不愧狙击手的称号 肖自在的表现最为出彩 面对身为上根器的赵归珍 老肖对赵归珍充满了期待 但是赵归珍的表现 却让老肖很失望 最终赵归珍被老肖绑在树上 成为了老肖手上的一道料理 一人之下五两级联播 漫迷在评论区已经沸腾了 短短几分钟时间 已经有了上百条的评论 网友对一人之下第五季的评价 也是相当的不错 马贤红帅气 肖自在霸气 甚至还有些搞笑 当然还有张楚兰的粉丝 开始期待张楚兰的出场 大家觉得 一人之下第五季好看吗 欢迎留言讨论